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个Ultimate City这个插件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Ultimate City这个插件 我们安装好这个插件之后,还是需要去设置一下 然后在我们这个偏好设置里找到这个插件 我们安装好这个插件之后,找到这个插件 我们在偏好设置下面,下面有主库路径这个选项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路径 我们选择我们这个路径,我们还有这个压缩包里面还有一个资源包 把这个资源包解压出来 然后你就选择我们这个资源包的这个路径就行了 然后点击接受 然后这里面选择,如果你不选择这个资源包 我们不解压这个资源包的话,它是没有我们这些模型的 这里面你给它安装好之后呢,选择好路径 然后我们这里面点击这个load library,这个读取库 然后在下面这个选项,你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选择建筑啊,商店 还有这些道路啊,街道,还有植物啊,这些 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建筑,我们建筑里面 就这些给你预设好的这些建筑,建筑模型 你直接点击这个,然后点击集合或者追加都行 如果你点击集合的话,它是一个集合的形式 可以把这个模型给你添加上去 如果你追加的话,它只是追加一个模型 你打开文件的话,你就可以就是把这个模型的文件单独给它打开 然后进行单独的编辑,是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就是在原点,你是追加这个模型在原点上 还是说追加这个模型到游标上 如果你把这个游标给它挪动到这个位置 你给它追加到游标 那么这个模型就会在这个游标位置处追加上 如果你是在这个原点上呢 如果你是在这个原点上给它追加模型的话 那么它就不以我们的这个游标为中心 还是在我们的原点追加这个模型 好了,我们在游标游标位置处追加这个模型 我们看一下,我们追加好之后呢 这个模型都已经给我们建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进入了我们这个文理显示模式 可以显示我们这个模型的贴图和什么的都是好的 贴图和什么的都是已经设置好的 好,那我们以打开文件的形式 看看我们这个模型能不能进行编辑 好,我们点击打开文件 好,我这个Blender启动的稍微慢些 稍微等一下 好,我们选择我们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我们看到是它是不可以编辑的 好,那这我们就不用管它 我们就直接给它删除掉就行了 关掉就行了 好,那我们可以继续添加我们的这个模型 有建筑的有商店的 那么商店的这个呢 商店的这个我们先给它追加上 追加到原点吧 我们先把上面这个模型删除 那个商店的它是有一个灯光的 这个灯光呢,你在它这个纹理设置里面 在它这个纹理设置里面 在它这个纹理设置里面 你是可以把它这个灯光系数给它调 调亮或者调暗 就类似于这个灯光打开和关闭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 好,我们先把它删除掉 好,这我们商店里面也有很多 这些你都可以去选择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三个 第三个是这个办公大楼 办公大楼,它一般都是夜景的这个办公大楼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道路 好,我们添加我们的道路看一下 添加一个弯的道路我们看一下 追加 好,它就追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道路 我们再看我们第五个 第五个是我们接到的一些垃圾桶呀 一些一些道具 第六个是我们的这个指示灯牌 好,第七个呢,是植物 来看一下第八个,第八个是我们的材质 对我们的这个模型呢,进行赋予材质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面吧 我们给这个地面赋予材质 看一下,点击追加 我们追加之后呢,看一下我们这个地面好像没有附上这个材质 我们点击添加看一下 好,也没有附上这个材质 我们先建一个,先建一个平面 我们拉出来,我们把它放大 追加 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材质是否能够附上 好,我们点击添加的话,我们这个材质是能够附上的 因为我们这个追加呢,它是将这个材质追加到我们的这个 blender里面 它是追加到我们的这个blender里面 我们选,再选一个,我们点击这个 黄土我们点击追加 然后这里面你都可以看见 它是有这个,应该是有这个黄土的这个材质 对,这个黄土的材质是在这里面 对,这个黄土的材质是在这里面 它追加到我们的这个材质库了 而不是添加到我们的模型上 如果点击添加的话,才会添加到我们这个模型上 好,这边还有替换 我们来替换一下 我们替换也是管用的 你将这个材质而替换到我们这个模型上 我们的这个道路也是,它也是可以替换的 那么再往下看呢,是我们HDIR HDIR就是我们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环境 环境设置,我们随便点一个,然后我们追加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长眼世界打开 长眼世界打开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追加的这个场景 好,那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节点建筑 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节点建筑 我们这个节点建筑呢,我们给它追加一下 好,那追加好之后呢,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节点建筑呢,它是已经构建好的一个节点建筑 那么这里面能够修改它的节点吗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是可以修改它的节点 好了,我们来到我们这个模型里面 然后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可以修改它的高度呀 宽度呀,还有我们的长度 还有我们的这个地面的地面随机种子 还有我们的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窗户 还有窗户数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窗户 这是阳台的这个数量 还有下面我们这些就是衣服衣物的这个数量 我们对这个建筑是可以进行几何节点的一个编辑哈 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建筑的一些外观呢 就变得大不一样了 好,那除了这个几何节点 现在只有这一个建筑哈 没有就是更多的建筑科学 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下面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一些街道建好的一些场景 然后我们追加看一下 好,那已经追加,我们先把这个楼大楼的删除掉 追加好的一些组合的一些场景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个 Ultimate插件的这些模型材质 那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下载这个 这个大概也是有三四个G的这个容量 不过这些容量你可以不用放到C盘 你可以放到其他盘服里面 然后作为我们的资产库 好了,那其他的这个插件呢 就这么简单 没有其他一些功能的介绍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插件推荐呢 就讲到这里